蘑菇濃湯 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煮蘑菇濃湯 那所需的食材有蘑菇 奶油 培根 蛋 馬鈴薯 牛奶 跟 淡菜 加進去會有海鮮的風味 或是也可以加蟹肉棒 先把馬鈴薯洗一洗 削皮 馬鈴薯我會先蒸過 把它切小塊蒸過之後 再倒成泥 這樣子就不用額外添加澱粉 因為馬鈴薯本身就是澱粉 它可以讓湯變得濃稠 切薄片 然後放進去蒸 再來是洗蘑菇 把它切一切 然後還要切洋蔥 洋蔥切成碎碎 我要流眼淚了 切洋蔥 切洋蔥 超辣 再來是培根 然後我要來洗淡菜 馬鈴薯 登登 馬鈴薯 我要把它壓扁 把它壓成泥狀 大概壓成像這樣子 就可以加入鍋子裡囉 奶油 然後我會放回乾淨去炒一炒 大概炒到有點變色之後 再加入洋蔥 炒一炒 放入蘑菇 炒一炒 炒一炒 加入已經倒好的薯泥 加入淡菜跟牛奶 加入淡菜跟牛奶 加個鹽 加個黑胡椒 加個黑胡椒 炒 炒一炒 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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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燉炒的黃椒 Kris 吉喀 炒好 有糖 好香喔 超好喝 奶油很香 讚 喝完了 好喝 掰掰